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哈马斯金·卡塔尔的努力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 乔丹代表竞选众议院议长的努力注定失败 特斯拉增长放缓向所有电动汽车制造商发出警告 美国情报报告声称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内容已与100个国家分享 请大家收看 巨人队伤病追踪 丹尼尔 琼斯对阵指挥官有疑问 安德鲁 托马斯 约翰 麦克尔 施密茨 马特 皮尔特被排除在外 雅虎 纽约巨人队最近宣布他们有一名球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周四该队宣布将三名球员 包括接球手肯尼 戈尔勒迪放入预备新冠病毒名单 戈尔勒迪 脚位埃萨克 亚多姆和紧密端纳基亚 格里芬 斯图尔特被列入名单 由于这一举措 戈尔勒迪 亚多姆和格里芬 斯图尔特将不会在周日对阵亚特兰大猎英队的比赛中出场 并且在被解除格力之前将不被允许进入球队的设施 特斯拉增长放缓向所有电动汽车制造商发出警告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表示 特斯拉令人失望的第三季度业绩和谨慎的前景 对整个电动汽车EV行业来说是一个警示信号 乔纳斯表示 特斯拉需求的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产生连锁反应 尤其是对成本较高的老牌汽车制造商 如美国的汽车制造商 特斯拉的困境也可能对EV供应商产生影响 尽管发出警告 乔纳斯仍然维持对特斯拉的买入贫瘠 承该公司的谨慎策略是长期来看的正确策略 伯吉 弗兰德 五星级后卫 成为肯塔基大学2024年篮球班的第二位沉默球员 雅虎 肯塔基大学篮球队终于在2024年级中获得了第二个承诺 也是第一个五星级招募 6英尺3英寸 170磅的控球后卫不及 弗兰德在纽约怀特普兰斯的他所在的高中 阿奇比什普纳克大主教学校的仪式上 于周五宣布加入野猫队 他选择了肯塔基大学 而不是他的另外两个入围者 阿拉巴马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 不在布迪弗安上并不会削弱迈克 伍德森的招募雄心 雅虎 来自纽约的五星级控球后卫 组合后卫不及 弗兰德选择了肯塔基大学 而不是印第安纳大学 弗兰德的选择在11月签约窗口前几周 使迈克 伍德森 还剩下的两个目标之一消失了 美国情报报告声称 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内容 已与100个国家分享 雅虎 美国向100多个国家 发送了一份情报评估报告 指出俄罗斯利用国有媒体 间谍和社交媒体 来破坏全球民主选举的公正性 美国表示 俄罗斯在2020年美国大选 和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 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成功 鼓舞了其加强影响力行动 报告指出 俄罗斯试图破坏 至少9个国家的11次选举的公众信心 还对其他17个国家 进行了较小规模的干预 报告称 俄罗斯采用了隐蔽和公开的机制 来实现其目标 乔丹代表竞选众议院议长的努力 注定失败 华盛顿邮报 根据选举模式的分析 吉姆 乔丹代表竞选众议院议长的努力 注定失败 分析显示 乔丹在他的党派中 较不保守的派别以及拜登或摇摆州的立法者中失去了支持 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难以支持乔丹的候选人身份 因为他们必须向选区解释 为什么在最初支持他后改变了立场 乔丹的地位逐渐削弱 他正在失去那些难以重新获得支持的选民的选票 威胁并没有拯救约旦 但特朗普时代的恐吓确实产生了影响 华盛顿邮报 最近 CNN播放了一段令人不安的音频片段 其中一名共和党议员的妻子接到了一通威胁电话 威胁者声称将无休止地在公共场合骚扰这位女士 一些共和党议员已经公开发声 谴责他们因反对吉姆 乔丹议员竞选议长而面临的类似恐吓和威胁 虽然许多议员已经对所谓的恐吓表示了抗议 但也有一些共和党人声称威胁 对他们的投票产生了实际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政治中 威胁和恐吓可能起到作用 哈马斯表示 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经卡塔尔的努力 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 路透社 哈马斯的武装 伊伊兹·埃尔迪恩 卡桑旅已释放了两名在加沙被扣为美国人质 作为对卡塔尔在与以色列战争中的调节努力的回应 哈马斯声称 在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中扣押了大约200名人质 而其他武装组织在加沙扣押了50名人质 以色列对人质危机和袭击做出回应 对加沙发动了空袭 并呼吁释放人质 哈马斯暗示 可以用以色列监狱中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来交换人质 但以色列在战争状态下不太可能同意 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以确认他们正在与卡塔尔合作 以确保他们在加沙被扣押的公民的释放 摄影师克里斯 博卡德 Chris Barker 发布了一本新的摄影集 探索了世界海洋的脆弱性和多样性 博卡德在Instagram上有400万粉丝 之前已经出版的多本书籍 获得了奖项 并在寒冷冲望主题上发表了一场Teddy演讲 博卡德的摄影 以其精心策划的场景感和从等待完美时刻中产生的自发性而闻名 博卡德是色盲 他认为这为他独特的摄影方式做出了贡献 博卡德还经常分享他的拍摄和旅程的细节 他对寒冷冲望特别感兴趣 他认为这有潜力赋予那些受到海洋严酷现实影响的社区力量 路易斯 德雷福斯将在俄亥俄州建设大豆压碎厂增加加工繁荣 路透社 路易斯 德雷福斯公司LDC宣布计划在俄亥俄州建设一座大豆加工厂 预计于2024年初开始建设 该工厂位于上桑达斯基 年大豆压榨能力为150万公吨 该工厂还将具备生产32万公吨食用大豆油和7500公吨卵磷脂的能力 预计建设将于2026年完成 LDC表示 该工厂将为食品、饲料和生物燃料市场提供服务 此举是因为美国大豆压榨能力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扩大30% 以满足新的可再生柴油生产设施对植物油的需求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闻话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纽约巨人队的伤病情况引起了关注 丹尼尔 琼斯因对阵亚特兰大指挥官的问题而受到质疑 而安德鲁 托马斯 约翰 迈克尔 施密茨和马特 提尔特 则被排除在外 这对于球队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但我们期待他们能够在其他球员的领导下继续努力 接下来 特斯拉的增长 放缓给整个电动汽车行业发出了警示 特斯拉的困境 可能对整个行业产生连锁反应 尤其是对成本较高的老牌汽车制造商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对特斯拉保持乐观 并认为他们的谨慎策略是正确的 在篮球领域 肯塔基大学获得了两位新的承诺球员 这将对球队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不过 不急 弗兰德的加入也使得迈克 伍德森的招募计划受到了一些困扰 无论如何 这对于肯塔基大学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此外 美国情报报告指出 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媒体和社交媒体干预选举 这对全球民主选举的公正性构成了威胁 这一报告引起了各国的关注 并对俄罗斯的行为表示谴责 我们应该对这些行为保持警惕 并加强对民主制度的保护 最后 克里斯 伯卡德的海洋摄影作品 展现了世界海洋的美丽和脆弱性 伯卡德的摄影作品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心策划的场景感而闻名 他的作品将带领我们探索海洋的奥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分享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